那关于日元的后台也有位观众想提问一下 安德鲁 这个想问一下日元近期的一个走势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应该要如何去操作 那如果说问到日元的一个情况的话 之前有讲到了 就是说在可能在112这个关口的话 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 如果说往上突破的话呢 就肯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信号 但是随着就是说刚才有讲到 其他货币也受到影响的一个同时 日元也会受到相应的一个 美元的一个下破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影响 所以能看到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话 重新再把那个日元的一个图 重新再画了一次 那现在的一个情况 往上的一个轨道已经下破的一个情况 那我会觉得有可能这一波的话 随着美元的一个走弱的一个情况 日元有机会转一个短线来说的话 有机会去走强 那如果说怎么去操作短线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以暂时的一个情况来说 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的一个突破 必须要先看就是说 111.0或是111.25这个水平 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突破往上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那个水平的话 考虑去做空美元对日元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波的话 有机会能够到1100 不好意思 110或是109这样子的一个关口 甚至108 那这一波的话 可能短期内的话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那常见来说暂时还没有破坏 我本身做的一个周线图的一个形态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看到108这个关口的话 没有突破的话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 做多美元的日元 能够上看128这个关口 那意思就是说 短期内可以在111左右去做空 那看到就大概是108左右这个关口 那未来常见来说的话 108左右部署去进场 然后看到就说128这个关口 好的 大家×3 √